黄仁勋先行的人来风 他已经忍他的威力有多强呢 汇达国家近期暴冲 市值正式超越了苹果 也成为全世界市值第二高的公司 汇达执行长黄仁勋 所到之处都陷入疯狂 甚至被称为Genzanity 人来风 而这波疯狂也出现在股市 汇达市值正式超车苹果 登上地表第二大公司 现在我们在进行 建设新的AI机构 新的AI机构 为世界上 这会是一个非常兴奋的期待 我非常幸运地在这里 将来发展新的AI 和这个新的工业 revolution 汇达真的太狂 市值正式飙迫3兆美元 来到3.011兆超车苹果 甚至步步禁逼冠军微软的3.151兆美元 最惊人的是速度 挥达从2兆到3兆 竟然只花了66个交易日 是史上最快 AI会改变我们的世界 当然我们的生命会比较适合 因为我们会帮助我们的生命 当然我们会帮助我们的生命 有更多货币 因为我们有AI 帮助我们促进行 我们的商业软件和製造 洪人军身价也跟着大飙涨 已经攀升超过1,020亿美元 来到了3.3兆台币 是全世界第13大富豪 AI教父已经准备超车 印度首富阿达尼 被戏称为干爹也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挥达股价还有大力多 除了已经正式突破了 1,200美元大关 7号就要进行股票分割 等于120美元台币3千多 就能当挥达股东 门槛降低 渴望再涨一波 东森台一新闻 中文军长可军台北采访报道 来看到这一幕 现在轰动到美国 挥达执行长华仁勋 非常的亲民 当然对于所有的粉丝的合照 签名的要求 几乎是来者不拒 前一天有一位女粉丝 请黄仁勋在胸部来签名 而画面传开了 连外国媒体都大感惊讶 直言其他科技大厂的执行长 不会碰上类似的要求 不过叶儿认为 这个要求太超过了 觉得黄仁勋被骚扰 身材较好的女粉丝 突破重重人海 寄到AI照顾黄仁勋面前 既然位置都卡到了 女粉丝当众掀开白色真志山 请黄仁勋在他事业线下方签名 动笔前 黄仁勋还再三确认 一向热情的他 也满足粉丝愿望 女子开心在IG分享签名照 和自己胸口衣服上留下的签名 说今天肾上限速狂飙 已满足 跟AI教父签到手 签名手机壳 签到衣服 希望今年大发 画面也引发讨论 有人认为这要求太超过 其实有时候也很像我们毕业的时候 制服上让大家签名 你可能也是整件衣服都被签买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不用太严肃 那么去看待这件事 就是尊重 对 尊重 因为既然签名者都没有任何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尊重 就是双方都OK的话 就是大家就不用再争议这个问题 多数人都自由看待 倒是眼尖的人发现 一旁眼镜男表情一脸尴尬 新香母汤 外籍保镖神情更是严肃 网人选很绅士 情郎女粉丝的衣服边缘 除了签名外 没有任何肢体接触 事后女粉丝社群已经关闭 从刘川影片看 似乎还很爱小孩 刘文陪着宝贝跳舞 腰部一点坠肉都没有 大说好身材 倒是胸部签名这一幕 也红到国外 外媒形容 其他科技大厂执行长 没有这种待遇 甚至话中有话说 没有人会为库克挺胸而出 黄仁勋前三兆 说轰动国外 连外媒也吓傻 崩传画面 东西文章城中江城 在台北采访报道 这个行为也引发讨论 黄仁勋前一天在台大演讲 现场还有一个抽奖活动 运名男大生 他很幸运 抽中的是黄仁勋 签名的显示卡 没想到这个男大生 立刻放到网络上去竞标 开价35万台币 而现在引来大批的网友嘲讽 Ai教父黄仁勋二号 在台大体育馆演讲 让世界看见台湾之际 现场还举办抽奖 其中一名男大生 幸运抽中黄仁勋签名的 RTX4080 Super显示卡 没想到才过几天 就有人在电脑零件专卖社团 发现着男大生 竟然发文竞标 以黄爸爸签名板 让民众喊价 截标时间定于6月7号下午5点 传出现在已经突破36万元 但竞标提文一出 却引发讨论 不少人怒酸 开价不透明 认为他想钱想疯了 大三这金额是托梦开的吗 甚至说要买什么枕头 才能做这种美梦 我觉得这个就是 因为刚好有黄仁勋风潮 他有没有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他保留下来 因为毕竟就是 他签过名的东西 所以我会把他保留下来 但是其他人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个人的自由 看个人 对不勉强 有的人可能觉得 那个很有价值 所以想要拿出来买 面对民众踏法 质疑 男大生似乎也不忍了 传出他要求发文者撤文 不然收到传票就难处理了 还说自己已经咨询过律师 但也让很多人无法理解 到底能告什么 如果网友留言的内容 分别已经影响到他人的名誉 或者是让人心生畏父的话 恐怕构成妨碍名誉 或者是恐恶为安罪 针对男大生网络转卖校方表示 尊重学生做法 只能说AI照顾黄仁勋 真的太有魅力 连奖品都让民众抢破头 东生新闻新闻中 新众和报道 会答执行长黄仁勋 所到之处都陷入疯狂 甚至被称为Gen Sanity 人来风 而这波疯狂也出现在股市 会答是执政市超车苹果 登上地表第二大公司 回答真的太狂 市值正式飙迫3兆美元 来到3.011兆超车苹果 甚至步步竞逼冠军微软的3.151兆美元 最惊人的是速度 回答从2兆到3兆 竟然只花了66个交易日 事实上最快 晃人军身价也跟着大飙涨 已经攀升超过1,020亿美元 来到了3.3兆台币 是全世界第13大富豪 AI教父已经准备超车 印度首富阿达尼 被戏称为干爹 也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回答股价还有大力多 除了已经正式突破了 1,200美元大关 7号就要进行股票分割 等于120美元 台币3000多 就能当回答股东 门槛降低 渴望再涨一波 东森台音新闻 中文军章 北京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